今天 我想借这次竞标 为大家介绍我们商场新任的总经理 也就是我的儿子 王毅楠 大哥 我就说嘛 这一定是真的 你一定要好好保管 知道吗 大哥真的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还是商场总经理 千算万算 我还是少算了这一道 蔡凡 雨天 对不起 我迟到了 没事 我也刚刚到 那我们进去吧 走 这么豪华啊 今天发生什么好事了 怎么会约我们来这里吃饭啊 我也不知道 我爸打电话给我 要我请你过来吃饭 两位 请问有定位吗 先生 不好意思 进入本餐厅要穿正式服装 你们什么餐厅啊 吃个饭还要打领带 不好意思 我怎么还想着菜饭呢 都过去了 我得把鞋收回来 易南 不好意思啊 我找王立斌先生 请跟我来 走吧 奶奶 爸 妈 来了 不好意思 刚才路上堵车 所以迟到 没关系 快坐吧 雨天 快坐 小姐 可以倒酒了 好 谢谢 好了 谢谢 大家一起举杯吧 敬伯父 康复出院 永远快乐平安 好 谢谢 来 爸 快乐平安 早日康复 好 谢谢 请 董事长 妈 妈 你怎么也来了 董事长派人接我过来的 给您添麻烦了 哪儿的话 儿子 阿姨 来 坐下 坐下说 坐吧 来 坐 爸 您要请阿姨吃饭跟我说 我去接阿姨就好了 阿姨最怕麻烦别人了 你刚当上总经理 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所以我就没有事先告诉你 我今天请田女士来 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和田女士一起商量一下 董事长 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不要那么客气 田女士啊 我年轻的时候 我自己也拉过卖豆腐卖菜 卖大米的车子 我深知道 那种天天 抢集市赶位子 成天看着老天爷脸色吃饭的日子 那是说多苦又多苦啊 爸 这些故事我从小听你讲到大 我都会背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 讲重点 这 这孩子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啊 这韩燕的妈妈 不是摆玉米摊的吗 我叫你过来就是要跟你商量 在咱们商场的美食街 给田女士腾出一个摊位来 把这个玉米摊摆到那去卖 做定点生意 你们看看怎么样啊 好啊 我早就有这个意思了 阿姨 我一直想跟您说 您觉得怎么样 我 这 这怎么好意思啊 再说 那个商场的租金 一定也不便宜 我们就卖一个烤玉米 恐怕 田女士 租金的事 您不用操心 咱们之间 千万不要谈这个 不行不行 不可以这样 我们不能占这个便宜 这哪是占便宜嘛 你拿 你说 这 是不是啊 是啊 阿姨 我失去记忆的时候 都是你跟韩燕照顾我 让我有吃有助 还有工作做 我都还没有机会报答你呢 那现在我有能力了 你又不让我报答 卖玉米的师父 你说是不是 这 我 我还是觉得 不太好意思 阿姨 你是不是一直拿我当外人 所以才不敢坚持我的好意 没有 这 这 这怎么会呢 不是 那你是答应了 答应了啊 就这么说定了 对 韩燕 明天你就到摊位去看一看 学好摊位之后 你想怎么装潢 你就告诉我 我会交代张主任 一切照你的意思 好 董事长 一南 我真的很感谢 谢谢你们 来 多吃点 身体好得快 好 谢谢您 爸 这儿的东坡肉啊 特别好吃 您一定要尝一尝 来 来 爸 怎么了 没怎么 我只是想起了你爷爷 你爷爷这辈子 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就是东坡肉 那些年他还亲自下厨房 做这道菜 后来 酒厂的生意越做越好 规模越来越大 他就再也没有时间做这道菜了 如果今天你爷爷还健在的话 他一定特别高兴 爸 今天是您出院的日子 要是爷爷在 他一定也希望我们一家人 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的 您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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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诚啊 虽然现在你爸不在了 但是也得正做 金玉堂 要比以前做得更好 别把所有的担子 都让蔡凡丹了 奶奶 您就放心吧 我跟爸一定不会让您 跟爷爷失望的 我们一定会把金玉堂 做得红红活活 妈 我只是一时想起了 我和爸爸有点感伤而已 您放心吧 我会全力以赴的 好啊 奶奶 何况现在还有雨天呢 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 金玉堂肯定会越来越好 是啊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成外人 有什么事尽管说 我义不容辞 雨天 谢谢你啊 客气了 吃吧 好 田女士 你有韩燕这样的好女儿 可真是有福气啊 哪儿的话 您客气了 田女士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 韩燕这姑娘长得没清目秀 心地善良 这可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女儿哦 董事长 您过誉了 我可没您说得这么好 董事长说的是实在话 那天你来过之后啊 李婶啊 对你赞不绝口 说你啊 一点价子也没有 还会帮着收拾餐具 抢着帮她干活 李婶啊 在王家这么多年 你可是头一位 让她这么称赞的人啊 你看 田女士 人家韩燕 第一次来我们家做客 就这么深得人心 这要不是你的家教好 哪能教育出 这么有韩燕 这么有人缘 这么好的女儿啊 董事长 看您说的 你们家一男啊 才是一表人才 人呢又稳重又踏实 要找女婿啊 就得找这样的 这么说 您觉得我儿子也不错 那当然了 是吗 爸 您到底想说什么 儿子 我刚才听你说 你跟韩燕他们娘俩 都成了家人了 可是这 女孩子迟早是要嫁人的 如果韩燕这么好的女孩子 嫁到别人家 给人家当儿媳妇 你老爸我这心里头 可是很难受的呀 不是吗 田女士 田女士啊 既然您这么欣赏我的儿子 我又这么欣赏您的女儿 咱们两个家长 就有了默契啊 就有了默契啊 剩下的事情 就全靠他们小两口了 爸 我上下洗手间 你们慢聊 好 一楠 韩燕 你怎么也出来了 我 怎么了 刚刚的事 我也不知道 董事长为什么会这样说 不过你放心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身份 是有悬殊的 以你这么好的条件 要找适合的女孩很容易 你用不着顾虑我 韩燕 你这么说 不是让我难过吗 我认识你这么久 我很清楚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 我跟你之间 没有什么配不配的问题 你 我才刚结束我跟采凡的感情 虽然她做了很多让我难堪 让我伤心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不能够放下这些的话 我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 我懂你的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 韩燕 如果我不能忘记采凡的话 我就不能够专注地投入另外一段感情 这样我觉得对任何人都不公平 我尤其不能这样对待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听你这么说 我已经很开心了 其实我也很喜欢你 也希望你不要有压力 我等你 韩燕 谢谢你 那我先回去了 帝南 帝南 王总 这么巧 你也来这儿吃饭 没话说了 看来我是热恋去贴冷屁股了 爸 你不是要去洗手间吗去吧 爸 你不是要去洗手间吗去吧 最好 还可以洗手间 那你也要去洗手间 你 像我那样 他在洗手间 你才在洗手间 你去洗手间 不是 我说你也要去洗手间 他还会洗手间 在洗手间 服务员 把单拿过来 好的 爸 你干吗要付账啊 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 我把账结了 今天说好是雨天请客 请和你出院吗 还是我们结吧 爸 你给我 给我 咱们结吧 不用了 来 你先跟大家出去 我结完账到门口找你们 好 奶奶 爸妈 我们先出去吧 雨天来结账 好 走 走吧 别落东西啊 走吧 走吧 先生 请输一下密码 请输什么 请 先生 对不起 您那卡余额不足 试试这张 好 不好意思 先生 这张卡也余额不足 雨天结个账怎么这么久啊 今天放假 人肯定多 再等会儿吧 爸 您刚刚出院 不然你们先回去 我在这儿等他就行了 说得也是 你身体不好 我们先走吧 那好吧 采凡 记住 帮我再谢谢雨天 我知道了 爸 你们一路小心 好 好 妈 走吧 雨天 你怎么来了 我在外面等了半天 看你没出来 我就来看看你 先生 不好意思 您这张卡也刷不过去 还是请您用现金结 怎么回事啊 其实我在国外一直用信用卡 回国之后呢 办了几张卡 额度太低了 而且我平常租车和消费都比较大 最近我比较忙 忘了去还款 所以就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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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的吧 不好啊 来 好好的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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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